Deyr所有的统一存储产品线 这里我先抛出一个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 Deyr统一存储中 某两个系列有相同的硬盘和Io配置情况下 其中一个系列的性能 就是另外一个系列的7倍延迟 只有另外一个系列的3分之1 而价格仅仅高出百分之十几 那面对这样的选择 你会将感染痣抛向谁呢 是的 今天开箱的就是这么一个存储 一个横起来 连自己人都打的一个存储系列 Deyr Passed Off 也是Deyr旗下的终端传散存储系列 是在Deyr的存储加入中 内卷严重的情况下 凭借卓越性能脱颖而出的一个存储系列 专注视频不来感情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情开评 我们与Parse Store早就已经结缘 之前就和戴尔的小伙伴 做过一期对他的直播 那在戴尔内部 Parse Store也被称为第五代存储 为了让大家更透彻的理解 Parse Store为什么被称为第五代存储 我们先来拘束一下 戴尔对前四代存储的定义 那第一代存储呢 就是DAS 也是服务器直连存储 那简单来说呢 就好比你的服务器 原本的硬盘空间不够用了 DAS呢 就像是给服务器额外增加硬盘位 直接连到服务器上 用来扩充存储容量 简单直接解决燃背之急 那听不懂的小伙伴呢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U盘就可以了 那第二代存储呢 涵盖了上存储和NAS存储 那细分呢 还有FC上和IP上存储 那这一代存储呢 就像一个资源分配大师 在存储设备中 划分出特定的存储区域 通过捐印的网络 精准地分配给服务器主机 那比如说 公司里有多台服务器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让这些服务器 共享特定的存储区域 方便数据的存储和访问 那第三代存储 就是统一存储 他堪称存储界的融合大师 他把第二代存储中的 上和NAS所有的功能 都融合到了一个存储硬件平台里面 那统一存储的好处呢 就是让IT管理存储设备 更加方便 不用分别去管理 不同类型的存储系统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那现在市面上 大多数的存储产品 基本上都可以叫做统一存储 那当年EMC还不叫戴尔EMC的时候 就是在统一存储领域里面的老大 才有了这后面更多的故事 第四代存储 本质上依旧属于统一存储的范畴 但是在存储界值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他开始抛弃传统的机械硬盘 尝试采用闪存或者SSD取而代之 相信对存储领域有了解的股东们 就听说过混闪的概念 这其实就是第四代存储的典型特征 而第五代存储可谓是极大成者 它不仅融合了前四代存储所有的优势 还大胆地引入了AI智能的概念 同时完全抛弃了机械硬盘 坚定地选择固态硬盘 作为唯一的存储介质 所以第五代存储也叫做智能存储 那PowerStore就是这么一个第五代存储系列 那现在大家是不是很好地理解 PowerStore的功能定位了 那至于智能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一会儿会从后面的软件功能测试 给大家展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看一下实物设备 那本次测评的型号呢 是PowerStore 500T 它也是这个系列中的最低配置型号 入门机型 那目前PowerStore已经升级到了第二代 我们之前直播的时候测评的还是第一代的PowerStore 那第一代产品呢 采用13579的命运方式 但是到了第二代取消了期限的系列 新增了500T型号 并且呢 在型号命运中加入了2 所以现在的型号 依次是500T 1200T 3200T 5200T 9200T 而且第一代是有T跟X两个系列的 而第二代呢 仅仅保留了T系列 X系列曾经支持Apple On功能 就是允许容器或者Winware的虚拟机 可以运行在存储设备上 但是实际情况上 这个功能呢 使用频率就比较低 所以在第二代就取消了X系列 不过在第二代PowerStore中 虽然取消了7000系列 但是还是新增了一个中端的 3200Q的型号 我们一会儿会聊一下 那从物理形态上看呢 PowerStore的机头 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2U的机箱 机头呢 支持25个NVMe的驱动器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就整齐的排列着 25个硬盘大槽 如果大家不看设备标签的话 仅从外观上 是很难分辨出不同型号的差异的 那既然是全闪存储 顾名思义 这里面X的硬盘就只能是固带硬盘 已经不支持机械硬盘了 我们这里安装了12块7.68T的 还有10块15.36T的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硬盘啊 这些实际上都是U2的NVMe硬盘 那仔细可以观察呢 这些硬盘都是TLC的硬盘 由于系统优化 以及服务兼容性的原因 市面上其他品牌的硬盘 插入到这个存储上后 设备是没有办法识别了 大家这个要注意 由于采用的是TLC的硬盘 所以在这个系列中 单块硬盘最大的支持的容量 是15.36T 不过3200Q是个例外 从型号名称就能看出来它的特点 3200Q可以使用QLC的硬盘 它的性能方面跟3200T基本上没有差别 主要是从成本控制的角度去考虑的 QLC的硬盘的成本 相比TLC的硬盘还是要更低一些的 为了进一步降低数据读写实验 和提高整体性能 ParseStore跟其他品牌的存储相比 在支持存储介质上 有一个独特之处 就是它是直接支持SCM 也就是奥腾硬盘的 以前我们在Pure Storage的存储上 其实见过SCM的硬盘 Pure Storage是把SCM用作缓存 而戴尔的ParseStore 是可以直接把SCM 作为数据存储介质使用的 因此对于一些对数据延迟 要求极为严格的应用 比如数据库 你们就可以选择使用SCM的硬盘 来作为数据存储的区域 从1200T型号开始 ParseStore就专门划分了 独立的SCM的盘位 入门级的500T 是不支持SCM硬盘的 在机头上 它是可以安装25块TLC的NVM硬盘 而其他更高的型号 在机头的位置上 只能安装21块NVM的硬盘 那机头硬盘配置的差异呢 就是有没有SCM的 专用硬盘插槽 那么在硬盘配置相同的情况下 ParseStore不同型号的产品性能 高低主要取决于什么呢 答案就在这个设备的后面版 那ParseStore所有的型号 都是采用这种双电源冗余设计 来确保供电的稳定性 那在电源的旁边 就是控制器 分别上下两个控制器 那这两个控制器的工作模式呢 不是传统的主备模式 而是双A模式 Active Active 那这就意味着 当其中的一个控制器出现故障时 不会存在控制器 主备切换的时间和过程 那极大的保障了系统的高可用性 并且呢 这两个控制器的配置 是完全镜像一致的 那我们这台呢 安装了4个25G接口 还有4个32GFC的IO接口 我们单个控制器实际上是可以安装4个IO模块了 那每个IO模块呢 又有4个端口 也就是说 单个控制器最大可以有16个端口 那支持的速率方面呢 那以太网的速率是10G 25G 那FC接口的速率呢 是16G和32G 那前面的NVMe的硬盘 再加上后面这些IO的接口 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组成一个完整的端到端的NVMe解释方案 因为这些端口无论是IP类型还是FC的类型 它都是支持NVMe OFF协议的 但是在500T以上的型号 新增了双口100G的IO接口 而且呢 这双口的100G还可以通过1分4的线缆 拆分出8个10G或者是25G的接口 所以在以太网接口上 数量的上限可以到24个 那在这台500T上 这里的这个接口 就不是用来跑存储业务全输的 而是专门用来连接扩展柜 那500T呢 使用的是25G来连接扩展柜 而更高的型号 使用的就是100G的接口连接扩展柜了 那我们这个500T 这两个接口就是25G的 专门用来连接扩展柜的 所有的Power Store产品 都可以通过连接扩展柜 来实现纵向的容量扩容 那最多呢 可以连接三个24盘位的扩展柜 那500T呢 由于它没有捐用的SCM的插槽 所以最多可以支持25加3x24 97块欧米硬盘 而其他的型号呢 由于配备了专门的SCM的插槽 会占用一定的硬盘插槽空间 所以呢 在机头上相比500T 会少安装4块硬盘 在最大支持硬盘数上 入门级的500T是最多的 可扩展的容量呢 反而比其他更高型号的产品呢 要更大 当然呢 在性能上 500T还是要低一些的 而且Power Store除了通过扩展柜 纵向扩展容量之外呢 它还支持横向的极群扩展容量 最多可以组成四个节点的极群 那在一些对存储容量和性能要求 极高的场景下 比如某些大型的数据中心 它就需要存储系统 支持多个控制器 以及数百块硬盘 那就是这么来的 你懂的 那我们不禁要问了 那支持的硬盘大小 数量以及IO接口 都相近的情况下 Power Store为什么还要推出 这么多不同的小型号呢 它们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 那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控制器的内部构造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控制器的内部 你看这个控制器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台服务器 那这个Power Store呢 采用的就是这种X86的架构 我们500T采用的是单CPU的架构 那这个CPU呢 都是Intel的CPU 那大家看到500T采用的是单颗CPU 那以上的型号呢 就是采用双路的CPU设计了 那这个CPU的里面的小型号 我们就不拆了 不然就真没保修了 那500T的CPU呢 是24核的 那随着型号的逐渐升高 那CPU的性能呢 也会足及的增加 那920T的CPU的核数 加起来呢 是112核 大家如果自己买的话 可以猜猜看啊 那么CPU性能高 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首先 它能够更好的支持 多先生认为的处理 那在高并发的场景下 表现呢 就比较出色了 其次对于存储来说 CPU性能提升呢 有助于更好的处理 存储内部的数据 前面我们提到了 ParseStore是一个 智能存储产品 那智能功能的实现 就依赖于CPU的处理能力 当然 CPU最好性能过剩一点才好 不然 一直百分百的利用率 始终满复合的运行也不行啊 那稳定性也是个问题 毕竟 还是要考虑业务的连续性 那大家看到 这里面跟服务器一样啊 也有六个高性能的风扇 这个前面的接口 就不是我们以前的 PCIe的接口了 就是采用这种端子的 相信大家已经见的很多了 就不详细说明了 那这块硬盘呢 就是它的系统盘了 我们的存储系统 就是安装在这个M2的硬盘里面的 这个是很珍贵的哦 那这台500T呢 在内存插槽方面呢 一共有12根内存插槽 那这台入门级的500T 单个控制器就配备了 我看一下内存啊 总共是6根内存 单根是16G 16x6 96G 那两个控制器加起来呢 就是192G的内存 那随着型号的增加 内存数量也会相应的翻倍 那到了920T 内存的容量就达到了2560G 如果是4台9200的型号 组成一个集群的话 它的总的内存容量就达到了10个T 性能可想而知啊 那在这个CPU的上面呢 就是NVRUN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带了一块电池的 那它的作用呢 就是在系统断电的时候 保存关键的数据和缓存信息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那通过前面对于硬件方面介绍 相信大家对ParseStore的功能和特性 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不过一个存储产品是否好用 除了硬件性能之外 软件功能和实际使用的感受 也是非常重要的平面标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准备进行一些基本的测试 对常见的软件功能进行演示 那我们这次呢 就不打算进行极限的性能测试呢 主要是把一些常见的功能展示给大家 大家可以把这些演示呢 当做一个产品的说明书来参考 自行感受一下 这个存储产品是否适合我们的业务需求 或者在未来采购存储产品的时候 是否需要考虑购买全散的存储产品 都可以用来采购买全球的项目 这些人的存储产品是否适合一样的 这些人的存储产品是否适合一样的 这些人的存储产品是否适合一样的